迪阿迪供应商百康光学闯关IPO收入向汽车照明领域集中核心产品毛利率下降 近日 浙江百康光学股份有限公司在创业版IPO审核状态更新为以问询 百康光学的产品以光学透镜为核心 主要配套LED光源使用 应用领域由通用照明拓展至安防监控汽车照明等领域 并进一步延伸至下游汽车氛围等领域 过去几年 百康光学来自汽车照明领域的收入持续增长 目前收入占比已达到60%以上 主要客户为各大车等企业 并于迪阿迪、江淮汽车、长城汽车等整车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 2018年、2020年及2021年上半年 公司综合毛利率分别为42.64%、41.77%、35.97%、36.18%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 2020年以及2021年上半年 百康光学的光学透进产品单价和单位成本均在上涨 但销售单价增幅低于成本涨幅 导致核心产品的毛利率有所下降 2018年、2020年及2021年上半年 百康光学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2.24亿元、2.63亿元、2.85亿元以及1.78亿元 实现规模净利润分别为400.21万元、4508.05万元、3640.99万元以及2463.38万元 近几年来 百康光学来自汽车照明领域的收入持续增长 报告期各期收入占比分别为34.17%、46.64%、64.39%、67.38% 而通用照明、安防监控领域的收入占比则持续下滑 尤其是通用照明 收入占比由2018年的50.03%下滑到2021年上半年的21.37% 对此 百康光学表示 公司毛利率维持在较高水平 2020年起 汽车氛围等及其组建业务收入增长迅速 该业务毛利率水平低于光学透镜业务